A-Mod News 今天在我家拍攝 因為今天是連三十晚 我都開始進入假期收勞了 在踏入豬年之前 其實最後一天的九年的A-Mod News 就想跟大家說一說 未來一年我自己有什麼的心願、展望 首先當然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豬緣肉潤 因為其實沒有健康 就算你有其他東西都是沒有意思的 另一方面來說 其實在社會民生方面 仍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究竟在現在一年裡 我們的主要官員或者社會各階層的持份者 能不能夠重新出發呢 我覺得這個相當關鍵 因為其實在九年帶來的很多問題 豬年都不能夠再拖 好像土地的問題 這個沙中線的展鋼筋 還有獻缺紀錄這些問題等等 我覺得如果政府需要挽回民望的話 絕對不能夠把這些問題拖到豬年之後 才有一個結果 最後其實也都想跟大家說一說 就是在豬年裡 其實除了這個中美貿易戰之外 很多的世界問題或者世界的趨勢都在逆轉 跟我們以前八九十年代 或者千禧年之後的社會大勢都有很大的不同 左翼或者右翼之間的對壘 甚至乎很多人說現在是右翼的 很多的一些國際政壇領袖抬頭的日子 就會令到其實整個環球的政治格局都會改變 這些其實已經不是新鮮事來的了 反過來我們個人怎樣去面對這些問題 才是最重要的 好像特朗普那樣 究竟他是不是一個商人治國這麼簡單呢 我想現在大家要清楚楚了 委內瑞拉的問題應該怎麼解決呢 你找一個得票得第三的人 去承認他的那個總統地位 還說如果一旦這個問題惡化的話 美國方面是不排除出兵的 那究竟作為一個中國人 香港人我們怎樣去理解這些問題 跟我們又是不是真的完全那麼離身呢 我自己就很覺得 作為一個香港人也好 中國人也好 知識分子甚至普通市民也好 我們對於社會的大小呢 現在呢接收到的消息呢 應該絕對是比以前多的 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 可能我們只是看一兩份報紙 但是在有互聯網的時候 我們其實根本上每分每秒都接觸著資訊 那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究竟現在你們是知多了還是知少了 是偏激了還是中容了客觀了呢 我覺得這些問題呢 都應該在2019周年的時候呢 這個互聯網也都達入了超過二十年了 我們很應該是檢討一下 不應該呢再出現一個呢 就是說人家說什麼我信什麼 或者我們只不過是大家在Facebook 互聯網裡面呢 圍爐取暖 所以呢今天呢 在這個九年的最後一天 我都再一次公祝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而在朱年的時候呢 希望大家呢奮樽向上 可以繼續令到香港呢繁榮穩定